歡迎收看明星逗逗樂 感謝收看本頻道 最近 有芒果台獨家打造的全景音樂鏡眼淚綜藝披荆斬棋的哥哥正在熱播中 節目齊聚了陳小春 張智霖 顏承旭 謝天華 黃冠忠等32位知名男星 強大的嘉賓陣容加上超高水準的表演以及舞美 成就了繼浪姐後又一檔現象級爆款綜藝 眾所周知 一檔綜藝節目想要取得高熱度不難 而想獲得高口碑則比較困難 就如紅極一時的浪姐也僅有6.8的評分 而披荆斬棋還未播到一半 就拿到了7.5的超高評分 可見觀眾對節目的喜愛 而且隨著賽程越往後 節目還會更加精彩 伴隨著二宮落幕 歐陽靖 陳輝以及劉端端主動出局 令不少觀眾感到十分可惜 實際上相比播出進度 錄製進度要更往前 據悉 麥亨利和李雲迪將會在三宮出局 而四宮更是一下子淘汰了敖犬 布瑞吉 黃征以及劉聰四位哥哥 比賽激烈性可見一般 按照節目進程 哥哥們只要挺過前四輪公演 也就拿到了半決賽入場券 距離成團出道又進了一步 根據網友爆料 五宮錄製在即 分組情況已出 張信部落 李承炫部落完整保留 而陳小春 趙文卓部落被拆分 全部26位哥哥進行重新分組全員大席拍 分組情況如下 李承炫組 張琦 李朱贤 張雲龍 劉嘉 瑞琦 黃冠中 歐陽靖 李雲迪 謝天華 梁漢文 林小峰 趙文卓 要知道 這次分組應該是決賽前的最後一次分組 不僅意味著是每位哥哥最後一次選擇 也一位兩大冠軍候選團也正式成型了 就分組配置看 兩組都有擅長歌唱舞蹈以及說唱的哥哥 沒有明顯短板 綜合實力不相上下 很難分辨出高下 但要論人氣 絕對是張晉部落更勝一籌 李承炫這次想要過關 壓力大了 值得注意的是 這次除了歐陽靖在分組名單之上 李雲迪和陳輝也成功復活 繼續參與接下來的比賽 而人氣頗高的大灣區和趙文卓部落 則首次迎來了重組 尤其是很受觀眾喜愛的大灣區五位哥哥 這次直接被拆了個粉碎 陳小春 張志玲兩位人氣大咖站對了張進 而謝天華 梁漢文 以及林小峰 則被分到了李承炫部落 不得不說 相比張志玲和陳小春 梁漢文 林小峰在內地的知名度並不高 他們在前期一路晉級也多少沾了陳小春 張志玲的光 而這次大灣區被拆 不僅張志玲 陳小春加入了張進部落 另一個人氣巨頭 顏承炫也在張進部落 人氣差距一目了然 就前幾期觀眾喜愛度排名看 陳小春 張志玲以及顏承炫一直包攬著前三 可謂是披荆斬棘的人氣大巨頭 這次被張進聚齊 李承炫想要贏市必要讓舞臺更加好看 你們更加看好哪個部落呢? 是不被風望的 就是我哭了